苏宁易购东方卫视 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百万福利 精细呈现 一线大牌爆款 不值五折 顶级零星盲盒 卷球首发 前台华为手机免费送 iPad 空调 二十万件好物 一块摇 东方卫视 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提前下载苏宁易购APP 8月十几日晚 拍购一下 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由专注好服务的苏宁易购定制呈现 各位好 我是贝倩妮 欢迎来到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抢先看 今晚七点半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就将在东方卫视开播了 今晚的秀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舞台上有跨界 有混搭 有首秀 总而言之 你想看的 这里统统都有 苏宁三十周年818超级秀 从主持阵容开始就很秀 除了东方卫视一众主持人之外 据说这次还有精进名嘴会加入其中 刘敏涛 王耀庆 孟美琪和吴轩宜 都是我们这次的嘉宾主持的一个阵容 三十二一里 王曼妮 顾佳 钟晓晴的扮演者 江书颖 童谣 毛晓彤 三位女主角先后带来两首歌曲 一纲一楼想要征服全场 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一众主创 也将齐刷刷登上舞台 不仅如此 小姐姐易能静也将和丈夫秦浩同框亮相 夫妻两人台下默契十足 台上会有怎样甜蜜的互动 同样令人期待 演员们组团出击 歌手们也一个个成团而来 前不久刚刚发行了组合首张 迷你专辑的《The Nine》将在舞台上把老歌新歌唱个遍 除了All In AKB48这些大家熟悉喜爱的组合将在舞台上释放电力之外 去年刚刚成团的《The Nine》 《时代少年团》此次也将带来他们的唱跳表演 青春之力 未来可期 单打独斗的歌手们依旧精彩 东方卫视的老朋友张艺兴 李宇春一头一尾震慑全场 也有歌手带着混搭的搭档来的 范晨晨和姐姐刘敏涛组到了一起 阿云嘎和姐姐张韩韵强强联手 青彩封城的超级秀 竟在今晚东方卫视不见不散 记者朱信威 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 说起刘敏涛呢 以前大家对她的印象 就是一个演技了得的实力派 但是最近这位姐姐却因为舞台上的表现 和出色的表情管理 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而对于刘敏涛来说 上舞台秀自己始终是她的乐趣所在 说刘敏涛综艺感爆棚 相信大家绝对赞同 一首红色高跟鞋 让大家见识到了她到位的表情管理 看似最泰的表情管理 却在刘敏涛的驾驭下气场十足 就连她本人都是百看不厌 发生了以后呢 我倒是真的是看了几遍 就完全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红色高跟鞋 就是那么一个自信的女人在 再去调达这首歌 管理中加奈一次作作 我觉得这个词简直用的太 谢谢大家 承让了 事实上翻看刘敏涛登台时 这位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唱腔一贯如此张扬 慢歌快歌随意切换 只要姐姐登场 就是绝对的中心 从没有 这点可以百分之一千的告诉 可以告诉任何人 除了独一无二的表情管理 能唱会跳也是综艺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 这点刘敏涛也是不在话下 驾驭得了凤凰鱼飞 可甜可咸的敏涛姐姐 整个女团出道的架势 也是毫无违和感 戴手套 出发 这样中年叛逆的大姐姐 真心是爱了 我今年我44岁 难道44岁救的 救真的很老吗 不会 就我觉得它是会散发出 真的不一样的魅力 我要把你抱起来 你简直就是我一个活法 别诉求太多吧 不要欲望太多 就是知足常乐 今天我能坐到这里 接受文娱的采访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么我不会想 之前我 你看我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今天终于争取到了 随着多部作品的播出 也让我们看到了刘敏涛的演技 《狼牙榜》里 她饰演善良通透的 晋王之母 晋飞 《伪装者》里 她是霸气之性的大姐明镜 转眼《伪装者》播出已经五年了 但对于和王凯 静东 胡歌三个人的合作 刘敏涛至今都历历在目 坦言就像一家人 在火车站我中枪的时候 我倒在地上了 是小哥还是小凯 就踩着我的脚了还 我说哇 然后一倒 那个小冬就哗 就后边一扶我 就那个你就觉得就是一家人 大姐 快 大姐 快来去医院 走 别动 别动 伪装者后 刘敏涛也始终勇于突破自我 带着爸爸去留学 精英律师 每种饮品形象都试图突破以往 刘敏涛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在和宋佳合作即将播出的电视剧 《白色月光》中 她饰演的杨燕 也是个复杂的多面人 我就是要知道 是什么样的女生 让她抛弃了我 抛弃了我们的家 刘敏涛坦言 一拿到剧本的时候 她就被这个角色的多面性给吸引了 但同时 饰演这么一个 带点悲情的反派角色 她也后怕会被挨骂 我还怕这样 在接这个角色之前 我就思考了 我就有这个顾虑 但是我是尽我所能去 可能让少一点的人 哪怕少一位观众 骂她 我都觉得很开心 记者陈湘芸 上海采访报道 苏宁818超级秀 由专注好服务的苏宁意购 独家定制呈现 那这次跟刘敏涛搭档主持的呢 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位演员 王耀庆 近些年大家都喜欢称呼她为舅舅 而拥有有趣灵魂的王耀庆呢 也在源源不断地为大家带来欢乐 说起演员王耀庆也是综艺感十足 她的舞步传神 可以妖娆也可以魔性 王耀庆与生俱来的舞蹈功底 谁看谁都想模仿 家里面这个空间虽然不过大 可以前进 后退 除了我的魔性嗓音 以及我的魔性舞蹈之外 其实我本人就是个小恶魔 也难怪除了直播间里 威亚会不自觉地跟随舞步外 隔着屏幕 宋茜 郑楷等人也会静相模仿 不仅会跳舞 王耀庆唱歌也是不在话下 但要说她的看家本领 还是口才和应变能力 前阵子为即将上档的 新剧盛装吆喝时 一上来就是一顿 摸不着头脑的猛夸 演得太牛了 太牛了 化解尴尬提问也是一把好手 万一你发现这个气氛慢慢导向 就是要开始问到这些尴尬的 这些你不想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用一种欢乐的气氛 转移这个话题 比方说那个 你最近是不是 你们家的窗帘可真好看 你这个怎么挑的真有眼光 不是 我是说你最近 你是不是该那个 你们家今天这个菜 真的做得太好了 真的太好吃了 吃得我太成了 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小双十 其实王耀庆也是我们 东方卫视综艺节目的老朋友了 早在我们在行动中 身为扶贫嘉宾的他就相当接地气 献血献卖当地方言 欢迎来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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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九集 至于变身主持人的王耀庆 会有什么惊喜送给大家 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 那今晚的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不但有众多的明星空降助阵 更有苏宁易购为大家准备的 超级好物和超级福利 今晚我们共有六轮一块摇互动 八点到十点半的时候 每半小时一次 只要一块钱就有机会摇到 空调 iPad 扫地机器人 甚至是汽车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下载苏宁易购APP 专享五大福利 今晚19点30分锁定 东方卫视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超级秀的现场彩排如火如荼 我们的前方记者李裴志正在现场 并且来到了江淑颖的后台休息间 裴志你好 好的 主持人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后台了 看到我身边的小姐姐 真的忍不住叫你王曼妮 因为刚刚追完剧 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淑颖 这次是小姐姐重剧了吗 我刚在舞台上看到你们 这次特别有女团的感觉 是说好的吗 从头到脚要这么统一 今天好像特别特别的统一 对 包括很多的衣服什么的 然后今天演唱的两首歌 然后其中有一首 是我们之前在发布会的时候 有演唱过 所以其实大家都挺熟悉的 然后另外一首就是 我们30而已的一个歌曲 听说你们已经有个团名了是不是 对 30K女团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限定团 重剧的日子 30K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30K吧 我也不知道 零时曲的是不是 30OK的意思叫30K 还是蛮有寓意的 那这次刚刚那个节目已经给大家剧透了一个是拼尾曲 是不是 对 座位 刚刚那个有没有王曼妮上升的感觉唱这首歌 感觉 更多的是江苏林自己对这个的理解吧 好 那第二首歌有点唱跳 其实我下午看到那个江苏林在现场已经比划两下子了是不是 有找到感觉吗 跟那个小姐妹默契 其实音乐一响 然后整个的这个感觉就马上就来了 然后所以这两首歌的区别也挺大的 跟姐姐们默契还在吗 有啊 我们大家都很拼命地在那跳 然后跳完之后觉得比演戏累多了 好 那三位姐姐到底默不默契 我们今天晚上超级秀现场我们一起看一下 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我们的前方几折李培志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 今晚苏林一狗还为大家送来了 哪些超级好物和超级福利呢 在今晚超级秀的直播期间 将有四轮拆礼物的环节 有手机 电视 汽车终身使用权 8.18折的特价房购买资格免费抽 分享好友或者开通Super会员 就可以增加抽奖的次数 机会多多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下载苏宁一狗APP专享五大福利哦 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彩排现场 看看刘敏涛的表现如何 完全是第一次 我觉得主持太不容易了 慎重 以后慎重 倒慎重 隔行如隔山 演员刘敏涛的首场主持秀 就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 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挑战直播串场 完成控场能力 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 刘敏涛也是使出了 浑身解数 继主持的台词那么一个 那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还有很多很多现场的应变能力 即兴能力 还有你的知识储备能量 在那个舞台上的 如何去绽放和展现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 特别综合的一个专业的东西 而刘敏涛搭档主持的正是王耀庆 虽然两人是首度合作 但绝对是一拍即合 我特别喜欢王耀庆老师 对对对 老舅特别可爱 我看他那个脚在拖着地走 我说你崴脚了 然后我想扶他一下 崴脚 他说我不是崴脚 我是痛风 就是他很也是 他真的多敬业 而除了承担主持人的工作外 今晚的超级秀现场 刘敏涛还将带来 《破茧》《红玫瑰》等四首歌曲 曲风多变 惊喜多多 毫无疑问的是 在今晚的秀上 刘敏涛将全方面地 展现自己的各项才艺 如何在一台直播晚会 同时展现主持和表演功力 刘敏涛用实力告诉你 一切皆有可能 状态是让我觉得很 很向上积极 然后很洋气的 记者朱敬威上海采访报道 苏宁818超级秀 由专注好服务的苏宁Ego 独家定制呈现 看了刚刚的彩排现场 对今晚的大秀 是不是更加期待了 接下来呢 两个人气组合即将登场 不过他们不是歌手 而是来自两部热播的电视剧 《三十而已 二十不惑》 由关晓彤 牛俊风主演的电视剧 《二十不惑》 以四名即将大学毕业 步入社会的女生的视角展开 讲述了青春烦恼 和成长困惑的故事 其中 牛俊风饰演赵优秀 和关晓彤组成一对 上演了不少 啼笑皆非 甜甜蜜蜜的故事 梁长 咱有话可以好好说 你不能侮辱人呀 我侮辱你什么了 什么你侮辱我什么了 我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你告诉我 我不如他 一个北京小爷很有意思 很有趣 但是我没有他那么的贫 我没有他那么的爱说谎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说起来这已经是 牛俊风和关晓彤的 第五次合作了 童星出身的关晓彤 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四岁 牛俊风也是不到十岁 就扎在剧组了 对于自己的这位老搭档 牛俊风也都是一美之词 成熟了 长大了 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是你是我兄弟 那个时候我十六岁 他好像是这么小吧 十一岁 最糖 不是我的 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吧 这一次 牛俊风和关晓彤 也从戏里合作到了戏外 在超级秀的舞台上 他们也将奉上一场默契的演出 眼前的这两位 都正处于20岁 迈向30岁的阶段 眼看着这一天慢慢到来 牛俊风也有了自己的目标 我眼中的30岁啊 我肯定不会像30而已 那些男的那个样子 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赏心 跟着我不好吗 实际一点 实际做一辈子消烧都实践不了的 林优优 我们两个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很后悔 这部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三十而已》可以说是前一个月 大家茶余饭后的必聊话题 由于二十不获 《三十而已》是同一个出品方 也就造成了原本打擂台的两部戏 出现相互客串的佳话 这人才22岁 那你让人家后边还有25 30的 活不活了 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这个人的脸过了25之后 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大下坡 戏里的演员们也是旧相识 江淑颖就和关晓彤姐妹情深 是 因为我跟晓彤 从一坡二主开始就认识了 顾江江 是 我是替我大伯来的 我大伯呢 是个好人 江淑颖和关晓彤 不但在戏里是老搭档 前不久 关晓彤的自媒体美妆视频 还邀请到江淑颖 美女演员给美女演员化妆 这样的画面 观众还是第一次看到 为什么一画这个 就容易像孙悟空啊 为什么 这就很好看吗 其实一开始我是抱着 你就要作为姐姐的 这样鼓励她 然后后来她画完之后 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真的是挺好看 视频里江淑颖和关晓彤 两位化化妆吃吃饭 延然就像一对真姐妹 真的很好看 真的 我只是不想拉着你 你有点黑 特别可爱啊 很聪明 也会有点二二的 然后也很直接 有她那个年龄的光芒在 大家都说我是十年后的她 出演二十不惑的关晓彤 今年23岁 出演三十而已的江淑颖 今年34岁 和戏里的角色一样 两人都在各自的年岁中 绽放光彩 该读书的年纪呢 没这个条件 没这个机会 现在呢刚刚好 自己赚的钱 自己鼓足的勇气 还没家没业没牵绊 如果错过了现在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时机了 我准备要追一下 因为我想要全部出完之后 然后一起看 照个时间对一口气看一下 江淑颖饰演的王曼妮 是一个来户打拼的小镇青年 很多观众从她身上 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不过能取得这么好的口碑 江淑颖也是始料未及 因为王曼妮是互飘 所以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包括我在演艺的时候 我觉得会被她所打动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被飘吧 然后也在国外这样飘来飘去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东西是很有共情感的 江淑颖本人和王曼妮 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都有漂泊的经历之外 两人还都是爱折腾的独立女性 我就觉得可能我就喜欢折腾吧 然后不折腾 我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反派是一直想演的 但是好像一直就没有机会去演 但是我自己是很心仪 这些反派的 这次江淑颖在超级秀上 还将与自己的两位 细利的好姐妹同框唱跳 光看这画面 是不是就已经足够养眼了呢 就算天天你把她变过来 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 之前刚开始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的确是特别地紧张 然后今天就更多的是 跟着自己的那个感觉走 记者李培志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好了 继续我们的福利大放送 今晚的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播出期间呢 还有三轮抢爆款游戏的PK 看明星为你解锁低价福利 iPhone 11 AirPods 戴森吸尘器 知华式沙发 还有MAC的口红套装 雅士兰黛小宗瓶等等等等 万千好货不止五折 超级买手直播间 同步售卖 手慢无 赶快下载苏宁EgoAPP 专享五大福利哦 这个夏天呢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网剧隐秘的角落 今天晚上不仅主演秦浩 邪太太伊能静加入了 818的豪华套餐 而且剧中的两个小朋友 扮演朱朝阳的荣子山 还有扮演炎梁的史彭源 他们也都来了 隐秘的角落大火 反派张东升的一句 一起去爬山 成了2020最慎人的问候 不过大家先别慌 这次秦浩来到我们苏宁 30周年818超级秀 不是要你爬山 而是带你下山 领略点不一样的景色 而他带来的第一道美丽的风景 就是太太伊能静了 秦浩 伊能静夫妇合体的舞台表演 还真是不多见 音乐一开 是夫长夫髓的默契画风 音乐一停 却使姐夫被嫌弃的搞笑一幕 就在秦浩跟伊能静彩排的空档 我们发现后台 其实还游荡着两个 躁动不安的小灵魂 我唱唱 我不给 我们拿手机盒 秘密放克 我们收获的这两个小可爱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隐秘的角落中扮演朱朝阳的荣子山 以及扮演炎梁的屎鹏园 两个伙伴不过就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郎 有段时间没见了 隔壁见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比比谁长高了 谁更壮了 比个个 我可以比个个 我可以比个个 你现在真高的 什么俩谁高 他容易 是不是 他高 他可以 他可以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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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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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吗 各位 干了吗 这不是谁没有 这不是谁没有 在后台尽情放飞自我 但等导演把孩子们喊上台 跟许久未见的秦浩老师一起 正儿八经地排练起节目 刚刚乐颠颠颠的哥俩倒突然紧张了起来 你怎么高啊 你怎么高啊 你怎么高了啊 真的 记者朱敬威上海采访报道 今晚19点30分的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不但有超级明星空降助阵 更有苏宁Ego为大家准备的超级好物 和超级福利 直播期间呢 明星盲盒现场拆箱苏宁Ego同步首发 张艺兴 姜书颖 贾乃亮 欧豪 将会在晚会现场揭晓他们的神秘盲盒 都是限量定制款 赶快下载苏宁Ego的APP专享五大福利 今天晚上大家熟悉的草原歌手腾格尔 也将登上这个舞台 除了他拿手的曲风之外 听说他还有小惊喜要送给观众 印象中腾格尔的出场方式是这样的 可现在腾格尔的出场方式还能这样 为了咱们这次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的演出 腾格尔特地准备了一首 蔡依林的经典唱跳歌曲《爱情36记》 已经60岁的腾格尔 这是要在咱们的舞台上 以唱跳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节奏吗 说起来在前不久东方卫视播出的电视剧《爱我就别想太多》里 腾格尔就已经为主题曲现唱 那时候他百遍的歌录就已经让大家惊喜不已 记者李培志上海度假采访报道 今晚的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可真是不少 我们东方卫视直播的同时 将在苏宁易购APP和抖音APP同步开启 超级买首直播 超10万只苹果系列产品 全网低价 更有8.18元的爆款放量开抢 上苏宁易购和抖音搜索苏宁直播 即可下单抢购 赶快下载苏宁易购APP准备抢购吧 现在超级秀的现场也是相当的热闹 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 朱敬威 朱敬威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我现在身后的这间房间 就是任嘉伦的休息室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紧敲敲门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嘉伦 哈喽 哈喽 嘉伦 你好 跟我们这个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吧 东方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嘉伦 我看你今天的整个造型非常的酷 也很有漫画感 谢谢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会在舞台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吗 其实今天我唱两首歌 一首是锦印之下的歌 一首是我自己出的第二首单曲叫《夫云》 所以这两首歌里面都有战斗的成分 所以我们这次把头发也弄得非常有战斗的感觉 对 相当于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更加上 游刃有余的上战场的这么一个感觉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好看的很燃的舞蹈 是吧 对 有燃的舞蹈 也有抒情歌 对 今天这个造型大概做了多久 做了多久啊 据我保守估计一个半小时 你自己喜欢吗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然后这个发型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尝试的 所以今天也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愿望 好的 那嘉良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你今天晚上的这个表演 好 我们一起跟这个观众朋友再道个别吧 一会儿见我们 好 观众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 25 被风吹过的夏天一连两首歌曲 吴轩怡完完全全沉浸在了自己的舞台表演中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25 25 就是我现在的年纪 在今晚的表演之后 有着开朗笑容的吴轩怡也即将在8月22日 携手阿云嘎 李文汉 黄星纯 金子涵 在东方卫视开启一段完美的夏天之旅 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做饭还可以 就因为之前可能都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下厨 然后这一次呢 在完美的夏天里面呢 我有尝试做海鲜 有尝试做文昌鸡什么之类的 就很多特色的菜 其实还蛮好吃的 记者杨维佳 朱景威上海采访报道 好的 今天的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 《抢先看》就到这里了 晚上7点30分 更多精彩记得锁定东方卫视 苏宁30周年818超级秀哦 好啦 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